16岁少年听从母亲的吩咐 启动修理车先让引擎热身 却误触退车档 而撞击一辆国产车 再撞击14的捉翼 导致数名时刻摔倒 警方相信有人在这起意外中受伤 照获修理车已被拖回警局展开调查 甲中央警区主任克里斯多夫说 此意外是在左午约2点40分 发生在马路甲丹荣吉林一间14 当时51岁的妇女吩咐16岁的儿子 先启动修理车引擎 根据壁路电视拍下的画面 少年上车启动车时 相信目处倒车档 车子倒撞一辆驳在14前的国产车 再直撞入14 撞上至少两三张桌椅 正在用餐的庶民时刻也跟着跌倒 克里斯多夫说 除了国产车主 至今没有时刻向警方投报 也没有到医院治疗 所以警方无法掌握 过有多少时刻受伤 警方也援引1987年交通法令 跟进调查此事 而在吉兰丹 24岁车主海卡 前天驾着本田Jazz轿车 到距离住家 仅约20分钟车程的 刮拉伯阿末海边吹风 没有想过竟然险些 会被六尺风筝夺命 剧情风筝坠落后 尖头处直接插穿司机座位前的挡风玻璃和隔热膜 那时他还坐在司机座位上 他就与死神仅相差数公分 但索性风筝被轿车的方向盘卡住 让他保住一命 他说放风筝的男子后来趋钱赔偿500利级和道歉 2 4 5 6 8 感谢观看